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近日关注 我是主持人马力宅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 转发 评论 这样可以让更多的朋友关注到我们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以色列情报部门正在准备 在本轮巴以冲突结束之后 在全球追杀哈马斯领导人 为花费数年时间追捕那些对10月7号 袭击负责的武装分子 做好准备 以色列官员称 根据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的命令 以色列最高情报机构正在制定计划 追捕居住在黎巴嫩 土耳其和卡塔尔的哈马斯领导人 卡塔尔十年来一直允许哈马斯在多哈设立政治办事处 报道说多年来卡塔尔 黎巴嫩 伊朗 俄罗斯和土耳其等国一直为被美国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哈马斯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 而以色列有时为了避免制造外交危机 也不把这些巴勒斯坦武装分子作为袭击目标 以色列针对哈马斯领导人的计划在10月7号袭击后开始成行 以色列已经在努力击毙或抓获身处在加沙境内的哈马斯领导人 对以色列领导人而言 如今不存在要不要在世界其他地方击毙哈马斯领导人的问题 而是在哪里以及如何追杀他们 彭博社形容正如美国领导了一个全球联盟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一样 这些不断变化的计划是以色列在加沙战争的延伸 也反映出以色列想确保哈马斯再不能对以色列构成严重威胁的意图 作为这一努力的一部门 以色列还在研究是否可以强行将数以千计的低级别的哈马斯武装人员驱逐出加沙 以此来缩短战争的时间 这一暗杀行动将是以色列数十年来秘密行动的延伸 这些行动已经成为全世界谴责的对象 以色列刺客曾在贝鲁特追杀巴勒斯坦武装分子 在迪拜刺杀哈马斯领导人 根据以色列的前官员说 以色列曾在叙利亚使用汽车炸弹暗杀一名珍珠党的领导人 并在伊朗利用遥控步枪杀害一名核科学家 纽纽约时报报道 以色列早在一年多前就了解哈马斯的恐怖袭击计划 但是以色列官员无视这些警告 根据法新社报道 这是一份长达40页的计划文件 在各个方面都和10月7号恐怖袭击的详细计划相对应 入侵方式相同 同样使用滑翔散攻击 同样的火箭发射和无人机发射手段 同样是使用手榴弹破坏以色列的空中防御 攻击文件还涉及控制整个入侵社区 并且抓获尽可能多的以色列人质 以色列军队不仅在10月7号袭击前的一年 就获得了这份文件 而且在以军领导人当中广泛地传阅 以至于以色列专家给他起了一个代号 叫做杰里科之墙 不过以色列情报机构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 此类袭击超出了哈马斯的军事能力 然而去年7月 一位分析师仍在试图提醒以色列的领导层 哈马斯刚刚进行了整天的密集训练 该分析说 这和杰里科之墙计划非常的相似 但是这名分析师的上级对此担忧置之不理 并将警告视为想象当中的场景 一连串的错误 导致了以色列情报部门 吞食自1973年以来 最严重的失败苦果 12月1号 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 哈马斯方面违反临时停火协议 向以色列境内开火 以色列国防军已经恢复 对加沙地带哈马斯组织的军事打击行动 加沙地带的临时停火协议 在11月24号7点正式的生效 并两度的延长 在12月1号的7点到期 停火期间 哈马斯和以色列已经分别释放了 7批被扣押的人员 但是以色列和哈马斯 军委明确表示 该协议是否会继续延长 就在临时停火协议到期前的一个多小时 以色列军方称 在最靠近加沙地带的以色列南部城镇 斯黛罗特拦截了一枚来自加沙地带的火箭弹 当地也因为火箭弹来袭 拉向防空警报 以色列媒体说 这是临时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的第一次 另外一家与哈马斯关系密切的媒体报道说 加沙地带北部响起了爆炸以及枪炮声 路透社报道 以色列战机1号恢复对加沙的轰炸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 以色列军方1号在加沙的南部汉尤尼斯散发传单 命令四个城镇的居民撤离 不是像过去那样撤离到汉尤尼斯的其他地区 而是到更南边的拉法镇 传单上用阿拉伯语写着 你们必须撤离 前往拉法地区的避难所 汉尤尼斯是一个危险的战斗地区 你们已经收到警告了 以色列发布了一个地图链接 显示加沙分为数百个地区 并称未来将会使用该地图来传达哪些地区是安全的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说 随着战斗的恢复 以色列政府致力于实现战争目标 即释放所有的人质 消灭哈马斯 并确保加沙永远不会对以色列的居民构成威胁 哈马斯同样在官网上说 以色列在暂停前50天内没有实现的目标 在暂停结束之后继续侵略也是无法实现 凭借着加沙人民的坚定和抵抗的英勇精神 加沙人民面对敌人的罪行 纳粹侵略和恢复极其对平民的攻击 塔塔尔外交部表示 仍在与以色列和哈马斯进行谈判 以恢复破裂的暂停协议 以色列恢复对加沙的轰炸 使其调解工作变得更加的复杂 埃及安全和援助消息人士说 在冲突重启之后 从拉法过境点进入加沙地带的援助和燃料卡车已经停止 联合国对加沙冲突重新爆发表示遗憾 称这场敌对行动是灾难性的 并且敦促各方实现长期停火 人和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 截至目前加沙三分之二以上的遇难者为儿童和妇女 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杀害的儿童人数远远的多许 自2017年担任秘书长以来 任何一年的冲突 任何一方杀害的儿童总数 古特雷斯指出 加沙地带发生了许多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有80%的加沙居民 因为战争被迫离开家园 巴勒斯坦武装分子继续对以色列进行轰炸袭击 同时将平民用作人体盾牌 维和国正在竭尽全力地利用当前停火的间隙 最大程度地改善加沙的人道主义状况 但是目前的援助物资 远远无法满足加沙地带200多万民众的生存需求 巴勒斯坦国外交部长马利基表示 这是一场不可开脱的屠杀 这种情况必须结束 必须允许人们返回家园 马利基指出 超过1.5万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杀害 其中有一万多人是妇女和儿童 让巴勒斯坦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 是通往和平的唯一道路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埃尔丹表示 犹太人不止一次经受过灭绝种族的企图和袭击 10月7号 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了无端的邪恶袭击 在一天内屠杀的是犹太人自纳粹大屠杀以来最多的一次 然而在近两个月后的今天 哈马斯的野蛮罪行仍然没有受到安理会 或任何其他联合国机构的谴责 埃尔丹表示 伊朗武装资助和训练了哈马斯 伊朗所扮演的核心角色在这里甚至都没有被提及 哈马斯并不是单独的在和以色列作战 珍珠党的导弹就像雨点一样陆续的落在以色列北部的城镇上 而且伊朗毫不掩饰其摧毁以色列的目的 很明显联合国已经被利用 联合国各机构都被充当为对抗以色列的武器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表示 哈马斯继续将平民作为人肉盾牌 但是以色列应该履行保护平民的责任 格林菲尔德强调说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需要实现两国方案 这是彻底终结这一暴力循环的唯一途径 让我们共同努力 我们必须致力于外交尽一切的可能履行实现和平的承诺 为更加光明的未来带来希望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 对话谈判是拯救生命的最佳选项 是化解矛盾的根本之道 要采取更加务实有力的行动来保护平民 中方重申反对针对加沙民众的集体惩罚 反对针对巴勒斯坦平民的强制迁移 联合国应在监督协调对加沙人道行动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政府将会再向加沙地带提供新一批的紧急人道主义物资援助 王毅表示 要以更加坚定的决心重任两国方案政治前景 以色列早已经独立建国 犹太民族不再颠沛流离 但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建国权 生存权 回归权 却长期遭到漠视 这是巴以局势屡线动荡的政界所在 巴勒斯坦问题的公平正义 就是两国方案不可替代 中方倡议召开更具规模 更大范围 更有实效的国际和会 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的会员国 安理会必须在战与和生与死的重大问题上体现责任和担当 倾听广大的阿拉伯 伊斯兰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呼声 及时地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中方将会继续同有关各方加强协调 凝聚共识 推动安理会承担其应有的责任 为和平尽责 为正义发声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